3月25日M15735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的消息冲上热搜第一 随后新华社辟谣目前还未找到第二个黑匣子 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 与吴州上空失联已确认该飞机坠毁 机场人员共132人 集中旅客123人 机组9人 民航局已启动应急机制 排除工作组赶赴现场 321东航M1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 举行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报 第一部黑匣子 已于前一天晚上由专人送达在北京的一码实验室 数据下载和分析工作正在进行中 目前不能排除储存单元损坏的可能性 专家表示黑匣子必须经数据提取一码分析 再形成情况汇报 约需10到15天时间才能获得初步分析结果 但若要形成可呈现在事故调查报告中的最终结论 所需时间可能更久 此外发言人通报称 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事故的主要撞击点 飞机大部分残骸集中在主要撞击点周围半径30米左右的核心区域 深度从地表向下延伸最深处大约至20米左右 日前美国交通部长称 中方已经邀请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一起调查东航科技失事 文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目前中方正在全力开展东航试事科技的搜寻与救援工作 中方将按照国际民航公约 及其复建以及中国民航法律法规 该展事故调查 并与相关方保持密切联系 警告 中方